大家好,我是Sugarbee 这是我的第一支游戏直播视频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玩的是《动物之僧》 或者翻译成《动物森林》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 我玩的是《Wireworld》05年的一版英文DS游戏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现在外面下着雨 Capan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角色 他也是我最喜欢的角色 我能用他作为我的头像 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会带着我去到我的森林里 咱们现在设定时间10点10分 是的 在和他的对话过程中 就会决定好我的长相性别和我森林的位置 他现在是在抱怨对雨的态度 然后我会说 我知道啊 我比较喜欢雨 也有人说这个态度是决定我眼睛的形状 当然了我不是很确定 我的游戏名称呢 是Sugarbee 这个游戏名字其实是和Animal Crossing 动物之神这款游戏是相关的 我之后想跟大家解释是有什么联系 是可爱的啊 强壮的还是都不是 选择可爱的吧 我想玩一个女生的角色 一旦选择了这款游戏之后的性别是不可以改变的 那在2020款的Switch的动物之神里就是可以改变 它是一个新加的功能 当然我很喜欢这个功能 如果可以改变当然更好 就可以体验不同的感觉 我能给自己的森林起名字叫Acto 鸡蛋汤 我喜欢那款食物 他说话很逗啊 他比较幽默的一个角色 是的 好了 我觉得要搬进去了 在这款游戏中非常的放松和轻松 我喜欢购物钓鱼 我喜欢做虫子种树 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环节是我不喜欢的 当然最吸引我的可能就是购物 所以我就选择Shopping 在这个游戏中就挣了钱 然后就可以去选择自己想买的东西 或者是更新自己的房子 收集到更多的家具 这些都是我爱做的事情 现在没什么钱 好了 我们应该是要快到了 我钱他一顿饭钱 就你在这个游戏中 目前还是不会看到他在正脸 因为他一直是开车背对着你的角色 那之后你可能会见到他开船呀什么的时候 他的眼睛很可爱 他是一只生活在海边的绿龟 好了 到了 我要看一下自己的形象 看到了 好可爱 Sugarbee 我是扎着三个辫子的粉色头发的小女生 再见 然后穿着一个橙色的裙子和一个红色的鞋 踏进服务中心 我把汤号翻译成服务中心 当然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可以告诉我 帕里 帕里 帕里是一个在这里的白天的工作人员 他肤态度非常的好 他的刘海我觉得也很可爱 汤木克就是一个这里购物中心的店长 等于说经理 如果我们要买东西就会去找帕 叫汤 他是一个主要角色 等一下我们也会接触得到 然后大家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帕里的背后就做的就是村长 然后他呢就是一个带着眼睛扎扎扎扬胡子的老爷爷 好了 看一下我们的住的位置 所以我现在位置是在服务中心 然后我家是绿色的小房子 我有三个邻居 目前 其实我家的位置离店的位置很近 然后离服务中心也蛮近的 就是离博物馆有一点远 但目前来说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不错 但那不是最好的 如果大家想打开地图就是键盘中的X键 或者是你可以用点笔可以完成 好了现在转一圈走出去 还有个发型是两个辫子的那个 然后我觉得就会有点土气 如果大家不喜欢也可以 以后如果有了理发店可以去更改 第二个激动的人行 我看到了水果 我的村长是樱桃树 樱桃是我比较喜欢的水果 这就是他们的店 然后我去看一下我住的位置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粉红色的屋顶 大家进去看一眼 当然了很简陋 因为刚开始拿到了这个家 竹台收音机都是标配 好了 只有一间小房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标签筒 好了我们见到了汤姆 汤姆是一个浣熊 他年龄应该不小了 还好吧 因为只有一间房子也没有觉得很温馨 他一直会扎着一个围裙 这间房子是19万8 天哪一间小房子 好吧 我现在是付不起的 因为刚开始游戏是没有钱的 所以我会要给他打工 然后赚钱 或者是赚了钱再付房贷 就是一个游戏的最主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你想保存游戏 我就要去到二楼的小阁楼躺下睡觉 这样我就可以保存了 或者你也可以点键盘中的保存游戏 保存游戏 好了现在我要开始我的打工生涯 结束这里我就会去他的店 我应该跟他说 你的店是在上面走错方向了 等一下很神奇 就是我刚进到店我就会看到他 即便他走错了方向 这个店 因为在一开始游戏中也是很清平 没有人购买东西 购买力很差 所以就是什么陶罐啊 还有东西都摆在这个木凳上 别看工作环境简了 我的工作还是很正式的 我拿到了工作服 现在要把它换上 打开口袋就是键盘中外键 点击拖动 好了 我的工作服是印有绿色logo的小裙子 我刚才在结束这个屏幕的过程中 我看到一个蜘蛛网 他的店真的很穷 他的店现在叫No Cranny 其实就是在英文中 脚脚落落的意思 我发现我的游戏直播视频 变成了英语脚 好了大家进去看这 好了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种花种草种树 没有草了 看一下我有什么 我会想先看一下花的颜色 然后给他们排一个整齐的队伍 绿色的玉金 啊不 红色玉金香 黄色的蝴蝶花 然后太阳花 白玫瑰 什么颜色都有 所以我就放弃了 我就随便种啊 然后靠在背后 可能没什么意思 在这里 种树的原则就是离远一点 就是每个树之间距离要隔大一点 好这里应该可以种一棵树 这个小树苗啊 过个三五天 它就可以长成一棵大树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种一棵 我真的是随便选的位置 我真的是随便选的位置 如果大家有看到不喜欢的之后 你也可以把它砍了 这事不太偏了 种花吧 在门前 我最喜欢的花 我最喜欢的花是 波斯菊 我觉得菊花很好看 然后蝴蝶花 并不是我喜欢的 对就是这一款 好 玉京香也还好看 好吧 蝴蝶花送到最后面 新种的花一定要多浇水 但之后你可以去他们的店 买各种的 花洒工具啊 这样可以 丰富你的森林 好了我完成任务了 回去报道 是的 他说他相信我的审美 不相信也没有办法 我应该有 会有很多任务 现在我要去介绍我自己 刚好可以认识一下大家 邻居都是谁 然后进人家家门要敲门 感觉像妈妈一样 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下大家都住在什么位置 所以有三个 邻居 有一个离我住的很近 然后还有一个在往下走 还有一个在河子对岸 希望他们都在家 或者是 在一个我比较容易找到的地方 在这个游戏中你也是可以跑的 但是呢可能如果你采到花就不是很好 我们来跑起来 好了到了一家 希望他在家哦 就这种蝴蝶花我并不是很喜欢 因为他每次都有两个颜色 对于我这种搭配颜色 喜欢纯色来说 就很不容易 啊 看到了一只 Morning 他去钓鱼去了 每一个邻居都有不同的性格 还有他们的喜好 所以跟他们多聊两句 嗯 然后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也是增加友谊的过程 就是这是一款模拟人生的游戏 所以在跟生活中的友谊和跟人家接触 完全是一个道理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种模式 好问我的生日 生日当天啊 很建议大家来玩这个游戏 因为 就跟真实的生活一样 会有人给你当party 会有蛋糕啊 礼物啊 还有妈妈会给你送礼物 对我是天秤错 是的 他现在是在了解我 然后我是AB学行 嗯 他用这个作为EV 拿到他的性格比较 黑暗 不清楚 之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性格是怎样 在接触多个过程中就会知道 他在家里 有的时候 如果某个邻居在家 他的灯是会亮着的 他的家真的好有特色 我们转一圈 一个池塘 啊 感觉有点田园风的感觉 然后还种着什么 鱼啊什么的 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他的脸红呢 而且他这个角色比较有意思 可能之后我会 多接受 Wart Junior Wart Junior Wart Junior 增长 有的时候会忘了 回去走 我记得我要过两个河 就可以到博物馆 然后博物馆的旁边 去另外一个村民居住的地方 其实我来北美可能也就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我 这是我才开始接触游戏 其实并不是很久 应该就只有两三年的时间 但是我非常喜欢玩这款游戏 因为他不论你是高手 还是游戏菜鸟 你都可以玩 见到Lily Lily的头上的这个颜色很好看 青蓝色的青蓝 还有粉红色的脸蛋 还想跟他再说两句 他去叫花 他应该很喜欢种花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好了 就这样吧 我们回去服务中心兼村长 应该走这条路 我对我的地图还不是很熟悉 但对于布纸以及水果 我还是很满意的 我比较喜欢樱桃 我最不喜欢的可能就是苹果树 梨子树看起来会没有那么好看 因为梨子 因为梨子也是绿色的 然后叶子也是绿色的 诶 我迷路了 对是在上面 我家的后院是一个池塘 池塘可以钓很多青蛙呀 或者是螃蟹什么的 啊 村长 我不要进去 我要见村长 我最尊重谁 我在跟谁说话呢 当然是您啦 村长 村长得高望重 他的小脸泛红 他现在是一个很开心的角色 所以节假日 或者是重要的时候 我会来找他 比如说生日呀 或者什么 他呢 会给我一些礼物啊 或者是烟花啊 什么我可以玩 好了完成任务回去报到 看一下大家店里有什么 这个老猫猴鹰的表 还是很有意思 好了这就是第一集 谢谢大家的观看 robi上龙了 说明年的话 大家看看 得更紧的 有点